新竹味市集提供在地小農和青年朋友 一个创业的平台 同时也提供农业 渔业 当季最新鲜的产品 活动时间在5月21号到6月5号 将在文化局旁的文化公园和竹影成绩举办 什么是新竹味 就是我们要把新竹在地的这些小農 还有包括手作 包括文创的这些年轻朋友聚集在一起 让他们能够利用这个假日的时间 把他们用心经营栽种的食材 能够跟所有的市民朋友共同来分享 那我想这段期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尤其在我们新竹市旧城区 整个氛围都越来越不同 越多越多的这个艺文气息 那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喜欢聚集在这附近 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多的这个餐厅 咖啡店在这里林立 市长林志坚和雨惠来宾一起向新竹味餐车上 象征小农文创 二手市集的盆栽浇水 用最在地的双手灌溉最有新竹味的市集 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感 新竹的护城河到我们的这个文化中心这边 以后都能够假日都能够是一个市民休闲的一个场域 总摊数总共有四十几摊 很满非常踊跃 包含了二手市集 还有小农市集 还有所谓的手作市集 手作的这些年轻朋友 我希望都能够 成为我们新竹市的一个地景 然后未来假日的新竹市民的朋友们 都可以带来小朋友或者是用很轻松的来这边逛市集 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除了市集之外 活动连续三周假日将邀请本市 优质街头艺人以及独立音乐创作者 活动当天并邀请不同类型的市集 手作达人开放现场教学体验 欢迎民众立临参与 一同相约在新竹味市集 开播新竹万事年采访报道 开播新竹市集